PONDA FIT 改裝Summit後下扭力桿 首先先將 後下的 覆蓋來做取下 雙邊扭力桿的部分 安裝在此位置 接下來在看到前方 要安裝SPR的鋁合金前下護板 有專屬的配件包以及拉帽 要在原本的洞口處製作牙 來安裝 運用拉帽工具 在此處製作 牙的部分完成 就像左側一樣 側邊拉帽的 環工圖 左右各有三顆 剛剛提到安裝下護板 所需要使用到的拉帽 我們現在示範如何 來做 拉帽的安裝 先將拉帽 以及工具 做鎖入 然後準備 10號 以及 14的梅開 我們現在用 這個鐵架來做示範 例如這是 車台的 攀裝拉帽的口 做插入 14號的部分 做工具的固定 再用10號的扳手 可以看到拉帽的部分 已經呈現稍微膨脹 的狀況 繼續在 鎖緊 膨脹的部分 越來越大 就整個將 拉帽的後側做抵住 鎖到稍微 在牙不能動的為止 再以退鬆的方式 退鬆10號 螺絲 連同工具一起做取出 好 現在就是拉帽安裝 完成的樣子 在背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很明顯的突圓 做抵住 所以 可以將原本 沒有洞 的位置 我們可以製作 夾 好 來做一般螺絲的 鎖盒 以上